以下节目指标带主持人之个人意见,并非等同公众指标 观众有机会因观赏品味有意,而产生期望落差 请自行参与方家风评,作出适当的期望管理 好,又到了Fight Up 10分钟的时间了 Fight Up 10分钟,这个节目有两个Keypoint 1 是Fight Up,所以是废的 而是10分钟,10分钟就会下班 是逢星期一都会推出的节目 有时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版,应该是星期四出 上个星期也推出了一个特别版 就是说这个台开了四年的感想 然后被人笑齿我 我终于都知道我的听众是一个什么的质素 你明白吗?很伤心 是上个星期发生的事 我们的台上正式有一个网台 崖升降格成为一个邪教 不知道怎样会发生的 那就处缺了听众 Wilson 说教主是不会错的 好像Fight Up 10分钟是只有10分钟一样 多谢 这些是好的听众 有些你笑我拆那些我就不喜欢你了 但有些好的听众 Love you 300 但Wilson 说会货监 他说会给你一千元 他说麻烦你说的地方 不如你存到一千元 你自己吃掉吧 我不收你钱 你不要要我说的好处 好吗? 你从第一季第一集开始分集点评 你不能这么贪心 一千元是一条片 Judy 说 Judy 说 明白 nothing 那种独吊航江雪的境界 他说 只有他一个人看Outlander 他说邪教又不像 像团契多些 回到团契就要自由奉献 团契和邪教 有什么分别呢? 定义是一样的 纯粹是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对方 邪教是不会说自己是邪教的 团契和邪教 其实我看不出有什么分别 邪教也可以自由奉献 Kao Ho 说 货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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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货金 是自由奉献 小心字眼 Kawa Young 说得很棒 你的声音很甜美 蛤? 蛤? 你又没有听开我说话的 蛤? WC Andy 说 American Horror Story 比起恐怖 其实他更加像诡异 他说他喜欢每一季 故事都不同 不喜欢哪季 分开来看都可以 除了第八季之外 他说第七季 完全没有Supernatural 元素 主题是邪教和选举 咦?邪教对我 重点是多英俊 原来是这样 Sandman 说 其实是不是Sandman 还是Signman 他说之前有看过一套英剧 叫做Endeavor 也很好看 一季不多集数 英剧本身一季都不多集数 但Endeavor 有八季 我都挺多 他是不是每季可以分开追 如果你说英剧 其实我正在排一套 应该会先追到那套 那套叫做 Fairy English Scandal 挺有兴趣的 是Russell T. Davis 即是Doctor Who 一开始的主创 写出来的作品 而他入选了必看的英剧 不知首多名 然后Kolala 他说 有一套叫做 Perpetual Grace Limited 无限因典有限公司 他说他找的都找不到 有一条华语片说过 他说超纳门 但我觉得很好看 好笑 其实这套呢 我有看 你猜不到 我自己看了一集 因为有 男主角是 什么Simpson 糟了 叫什么 Jimmy Simpson 那个演员我挺喜欢他的 我看了一集 他纯粹是因为教育版 他的网续很猛 因为我看第一集 他不停不停押 押到一个我闻的地步 但我自己觉得这套戏是挺有趣的 他说 有个男人是做消防的 之前可能有一宗事故 他就给另一个人水 他就说 不如你欺骗我 老爸老母 你假扮是他儿子 他们其实是仆街 但他们很多钱 你欺骗他们 拿钱出来 我们两个分了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然后就说男主角 如何去一个很偏僻的小镇 去假扮是那对妻子的儿子 但那对妻子是很恐怖的 类似是这样的故事设定 其实这个片园挺难找的 我觉得不差的 我看了一集 纯粹是窒了 但这是我妄速的问题 绝对不是这套戏的问题 Motty is not evil 他说 奇迹剃造者 Miracle Workers 第二季看了几集 偏幽默吐槽那类 而且剧情很明显 是在吐槽中世纪 暂时来说 剧情不算两眼 个人觉得一般 想看一些轻松的剧 这部是不错的 很有趣的 我特意读不同人的留言 是有些人觉得有些东西很好看 有些人觉得有些东西一般 就算是两边的意见 就发出了 Miracle Workers 我自己没有开 Tony说 最近找到一部美剧 The Society 今年出第二季 新观众觉得这片很棒 多谢 Society 其实是Netflix出的剧集 上年出的 我没有追 但我去年有看过 原因 为什么没有追 它是青春剧 一般 它是说 一个城市突然间 所有大人都不见 只有十多岁 那些年轻人 那我们什么人都没有 那我们怎么自己 组出来 Society 还有他们要查原因 为什么大人都不见 说真的 一部剧 你一个大人都没有 我是有一点 呃 那些年轻人 我会觉得 其实会不会是真的 给那些年轻人看 那我就算了 我觉得有点像CW 另一部剧 叫The 100 我觉得有点像 那类的 这些呢 拍得好看就拍得好看 拍得不好看 是可以很难看的 所以我没有开 那Ken 他说 Memorous 超能警探 是超出我预期 我以为是那些 超能警探 是屈肌的超能 剧层没有什么特别 谁知道看完会追 另外 机子医生生活很好看 Ken 是喜欢煌开韩剧的 他每次都说韩剧的 接着 Toy 配盈 说起韩剧 他说会不会看 尼泰远class 他说有一班朋友觉得 很好看 加上Netflix 一直第一位 我忍不住两天煌完 觉得普通 然后那些朋友生气 救了我 哈哈哈哈 Netflix的榜 是信不过的 就算第一位 都不要信 大哥 所以我不会开 很多人说觉得很好看 那些 我就会很有保留 然后我就会相信 反方向的意见 而我们这些是邪教 对吗 所以你宣扬你交易的时候 就会被人鄙视你了 那就预了 对吗 感动位是有的 但是剧情老土 和结局 令我有点反白眼 你这么说的话 其实真的是难尾 韩剧有一件事是 几乱扑街的 为什么我这么坚持 韩剧 通常我要Binch Watch 因为韩剧 是边拍边播 而且是玩计算 纯粹是吸收视 通常他会 开头那几集 他会做得很吸睁 一定要引你进去看 我后面不管了 隨便的 所以他难尾 是难得很恐怖的程度 他有些是欺骗你 你是想杀了他的地步 真是瘋狂 我觉得很不负责任的 韩剧 有这件事是 因为我上个星期 有讲一些韩剧 有一套叫做骨子果像 是一套挺垃圾的作品 他说吸血鬼的 他说那些设定 真的很像台剧 终极一家终极一班 Shen就说 终极一家和终极一班 是经典 你怎样可以和垃圾比 我才想起 原来有人看《终极系列》 其实我有看的 这个真是被人笑死 我今集 我最后会和大家说 什么叫《终极系列》 我真是想不到 这里什么听众都有 好了 我就进入正题 这几个星期 都是韩剧人 加上现在美剧那边 都蛮大劲的 如果你说疫情停工 其实 人们会说 他会不会停拍了 他就不会再拍了 会的 因为你要看他停多久 如果你停到过了 那个季度 其实你都预计了 未来的集数 你不用看了 但是美剧很多都是 因为一季昂贵的 如果你今季做不到 当下一季 你头那几集就是今季的结局 跟Titans的概念是一样的 如果今年是最终季的 那些真的都蛮糟糕的 譬如Supernatural那些 但是不要紧了 Supernatural本身都烂你了 没所谓 是不是 都还没剧荒 我都是看韩剧引 我之前有说过 因为我后了几部韩剧 等他出完才是Beanswatch 但是我等不及 我都不小心开了几部 上周我说过 有开了一部 《机智医生生活》 我今周也开了另外一部 叫做Hienna 富豪辩护人 富豪辩护人 我先说了 朱智芬做的 他现在出了10集 我一开就已经追完10集 他还有6集 我要等 我的感觉是 是 trailer剪得好看 我看得完 我现在都看了10集 但是问题是 譬如韩剧 他首的几集 他会很吸睁 就像我刚才所说 这一部是 调转的 他首的几集 都很感激 譬如你看trailer 他是那种很legal high 那种感觉 演员有些浮夸 那种表演模式 是很喜剧风 很dramatic 那种 谁知道你一开播看 就是很韩剧 漫长 然后慢慢变 你就觉得有点想 捏死剪片的人 他反而是后来 他会回溫 即是他会 越看越紧臭 譬如他三四集 一宗案件 第一宗案件 是悶到抽筋 他说这帮律师 是如何为有钱人服务 帮有钱公司 即是我们的财团之间的争斗 我跟你搞定 我跟你拆定 你的小衣服 类似是这样的 第一宗案件 不吸引 但是他中间 譬如他有一宗案件 是帮一间叫D&T的公司 去打公司 如何确保这间公司 可以上市 这宗好看 他给到那种legal high 那种感觉 如何说服别人 你是没有做过这件事 不是 我不在意 你有没有做过这件事 但如果你说说节奏感 那当然是看legal high 还有 都有外情戏 所以其实都蛮韩剧式的 而且你在里面会看到 因为有朱字分 有另外一些 《施战朝鲜 kingdom》里面 也有的演员在里面 刚刚没有先看完 《施战朝鲜》 然后你们又在现代版 有些互动 我就觉得 挺有趣的 除此以外 其实这套 就真的都挺 你不是很有空 都不用开 你看legal high 而另一套韩剧 就叫做《基治医生生活》 我上星期都说 开了两集 我很喜欢 会继续追 而今星期第三集 我立刻看了 都是好看 我听洞肺添哥 他说开了一集 然后他说 不知道他说什么 我这样看的 其实这套剧 是没有中心思想的 他不是有中心思想的 他真的说生活 基治医生生活 还有他不悶 他好笑的 有人说会看到哭 怎么会看到哭 然后我看完第三集 我就明白了 他不应该要你坐定 还是用心思看的作品 还有这套剧 没有主线 你不知道他主线去哪 去到下集又没有了 就是因为这样 其实你没有包袱去看的 我是一路开着一路做其他事情 是没有问题的 他会说某些时候是挺好笑的 譬如他第三集 就是医生是超超无礼貌的 就是有个病人出来 在发脾气 为何医生这么无礼貌 接着护士说 医生无礼貌 我们是知道的 我继续跟你说 病人入院程序 这些好笑的 实习医生来的 不停地寻不同的科 那些医生是特别好人的 原来是为何呢 想惹客 惹你进来神经外科 你进来胸胸外科 这些细节是好笑的 而我看到第三集 他开始的单元案件 是会令到你哭 就是我在那里 我有点深呼 还有他整部剧 很多角色 百分别的 没有压力的 我真的很喜欢基治医生生活 我建议你听了我的台,你应该加入我 更何况很多人都看韩剧,Netflix买了很多韩剧 但Netflix应该看美剧和英剧 我不是执行人,我们是邪教 我们拥抱大地 Netflix有一个我最恨的十大排行榜 之前说过,全部都是韩剧,不用说 例如今天我的录音,是第五位的 有一套实现场表演,叫做白人社会实验 叫做100人,看了几集 很多人看,究竟是什么呢? 总之好像普通的一百文,找了一百个人类 给他们做,然后看看趋势是如何 究竟跳舞呢?代不代表你的精子能力够强呢? 究竟女人有period,究竟男人会不会也有period呢? 看上去好像很吸引,但我建议你,如果你未开,不要开 不要开,看坏路的这套东西 怎么说呢?其实它的原本是很有趣的 你找100个人类,它是混了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年龄层别 跟他们做一连串的实验 这些是有趣的 假设你看这些,你会觉得是科学性强 我希望看完,我会学到一些东西 但它就做到一个传统节目 那100个人类 会给出镜的机会 好像,这个Human 26是挺搞笑的 这个Human 17是怎样的人去做哪一行 我心想,What the fuck? 我不想看这些 我想看你进行什么实验 然后实验结果是怎样 从而引出什么概论 它的理论或实验是bullshit 做实验要有一个对照组 你要有一个实验组 它是乱钩来的 完全没有那个independent variable 实验是完全不准确的 然后它最好得出的概论 根本跟你这个实验是完全不合理 扣连不到的 它要做的实验究竟是男人好些 还是女人好些 这件事其实你不能比较 但是它又说,我做了几个 criteria 他比较,究竟multitasking 哪个做得好些 男还是女是准时些 然后我心想,What the fuck? 你这样比的吗? 每次做完一个实验 他会找一个专家 去解释 为什么女人会准时些 但是那些专家说的东西是bullshit 就是没意思 然后他说,人有一个叫self bias 他会觉得自己做得好些 现在做个实验 究竟有几个人会觉得自己好些 abow average 走走走走 说完你不让理论去back out 你先说一下人的biology 是怎样 人的脑是怎样影响他们想 这些决策的行为 没有!完全没有! 说完就算,点到即止 你心想,是真的看完你会生气的 你给多些料 我行不行 我不想看什么human26在唱歌 什么human89在说笑 我不想看 我想看的,是会实验的 你给完实验 说一下实验结果 我行不行? 说完实验结果 说回程述,说回原因 我行不行? 真的疯了 这套东西 100 humans 最生气 是他本身的概念是promising 然后你给了一些垃圾 如果你还没开 不要看 当然他的实验是有趣的 但如果你本身没有脑子 你去看,你会相信他 有时他很错误 做完一轮实验 我证实了女人比男人厉害 根本不是 WTF? 你不会因为这几个实验 去判断到这样的结果 如果你没有脑子 你真的相信了 真的吃了 是很不负责任 这个节目 他还说可能会有第二季 你压屎 IMDB他5.7分 反而Netflix之前有些记录片 他有个叫做 不知什么解码 有什么Sex解码 然后有一个叫做 脑的解码 Mind Explain 反而那些是好些 他会用一些科学的数据 讲说人脑是如何运作 这样的Sendrone 是令人睡觉时会梦游 他会讲那些 都好看过 你这些真的看着那一百个人 在玩游戏 我心想WTF? 小心啦 Netflix那些十大 看坏路的 我真的觉得 另外就开了一套微剧 刚刚好新上的 就叫做西部世界restworld 今个星期都出了一条片 讲第一集 最后我之前说过 如果你没有追开 不要开 因为我追开 通常都会追 所以第三季 观看人数跌了很多 其实本身Restworld 都不算多人看 以HBO的预计 加上他说要跟Game of Thrones齐名 但他的观看人数 比Game of Thrones 下跌一截 有多 这一部剧 也挺问随 他不难看 他是高质的 但是 是 喂 不好意思 我说了很多次 不要再打这些电话给我了 因为我有保险 我能够遮住 我不需要 我已经说了四次了 可不可以订了电话去 麻烦 拜拜 先黏 这些推销电话 真是黏 这些推销电话 真是黏 我说到他在哪 是 Restworld 他是很高质 但不是我喜欢的作品 但因为我已经看了两季 所以我会看下去 这套很有意思 例如Mr.Robot 他很高心 很有意思 我也很喜欢 Restworld 就是他很高心 很有意思 但我不喜欢 但我也照片说 Restworld 第三季 现在出了两集 我喜欢第一集 但有些人说 他不喜欢第一集 原因是 第一集是 不用用脑的 其实我不喜欢 Restworld 是太用脑 设定太复杂 超级的世界观 有些虚拟世界 有什么世界 说得很复杂 而我自己 通常看完 我都不记得设定 但我有它 我觉得看电影 不需要看得这么辛苦 三季第一集 我是喜欢的 尤其是有Aaron Paul Aaron Paul 我也很喜欢的演员 他跟Dorolus 那些关系 我喜欢的 然后我再看第二集 他说Math 有些像头两季的风格 我又有些 呜呜呜呜 很难解释 这部剧 这样的 我到现在都是这样觉得 其实这部剧 如果你是 Person of Interest 的粉丝 你可以看 又或者你喜欢看 宗教意味 比较重一点的 神和人的关系 如果你喜欢看 那些题材的话 你可以开 Restworld 而你平时喜欢看 没有脑的那些 你就不要追 好了 那就真的 来到重点了 重点是什么呢 今集想跟大家讲一个 一个叫做多重宇宙的 穿越似组 这个 台湾其实也有特色剧的 还有一个很出名的特色系列 而那个系列是出名到什么呢 是现在都还在做的 那个就叫做终极系列 那我也是 Shin上个星期 在留言里 看一看我 我才想是 是的 有个叫做终极系列 而终极系列 我是有看的 我是有看的 我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终极系列 你这么想 我们现在美剧 有DC 有Marvel 整个Aeroverse 其实很多年前 其实台湾都有自己 一个Aeroverse 那个就叫做终极verse 终极系列 终极系列 它是05年开始 05年就有一套叫终极一班 之后就有终极一家 然后有一套叫终极三国 我只看了这三套 这三套作品叫第一代 为什么我现在还在做呢 原来它有第二代和第三代 第二代有终极一班二 终极一班三 终极熟舍 终极恶女 第三代有终极一班四 终极三国2017 终极一加二 痴痴 我真的没气 其实它是一套什么的作品呢 它是2005年当时八大电视台 和可米国际影视合作 可米是一间经理人公司 就是专做偶像的 他们两间公司合作就是 可米我给你一些偶像 我当然想你捧红它 你就拍一套电视剧 即捧红我的偶像 那时候可米有一个很出名的偶像团体 就是菲伦海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哪个是菲伦海 有些人说2000年都未出生 菲伦海是... F4的后代 F4你都不知道什么 菲伦海是... 知不知道哪个吴尊 吴尊知道了吧 吴尊是他们最红的 另外有些... 汪东城 我真的说不出名 当时是为了想捧红菲伦海而拍的 这一套《终极日班》 就是说些... 说些什么呢? 说些... 好像一个班房 然后那些学生是有些超能力的 有些不知什么格斗技的 整班很弱的 好像麻辣先师那样的 那些老师进来 又是想你们的学生和和气气 然后那些学生就惹了 然后那些学生就惹了 然后最后就有一个... 不知道... 有个老师的 然后那些学生就合力 我们打倒那个老师 然后就完结了 然后就... 到《终极一家》 《终极一家》 其实是很长的 不知道七十多集 神经病 这一套作品 它叫做... 扩纳了整套《终极 universe》 它是说了整个多重宇宙是怎么来的 它是有金、银和...裂 是什麽事空 中極一班是金時空 中極一家是銀時空 還是鐵時空 中極一家是很展開 Multiverse的概念 在另一個時空 有一個家人 都有講Double Ganger 在這部電影中 講不同時空的Double Ganger 中極一家 這家人是有超能力的 他也說這世界是麻瓜 完全不知道這世界有魔法法的存在 很複雜的 有什麼時空管理局 有什麼 終極鐵黑人 什麼 什麼時空宇宙 受到大規模的毀滅 有一個時空守護者 很複雜 但是看七十多集 他就講他家人的生活 然後他也講他家人 可能有一個是沒有超能力的 但到後來都發現原來有的 然後他的超能力都很奇怪 就是一套這樣的劇 之後就是終極三國 終極三國 又是另一個時空 他那個時空 就是跟三國演義的東西 是差不多的 不知道是終極一家其中某一個角色 不小心走過去 然後就要取 不小心搏失了終極三國其中一個角色 然後就要取代他 我看到這裡而已 我後來看了這三套 後來的什麼 什麼終極一班二三 什麼終極宿舍 我全部都沒有看的 聽聞後來是越做越難的 我自己覺得 我看了頭三套作品 我最喜歡 我是調轉的 我是最喜歡終極三國的 之後就終極一家 最後才是終極一班 如果你問其他人 通常都是我最喜歡是終極一班 之後就終極一家 之後才是終極三國的 我自己都覺得 為什麼我可以跟你說一堆 是幾百次的 我想他真的是一個 越做越難的 franchise 他的集數是越來越多 終極三國好像有六十多集 我自己喜歡終極三國 他最初是很熱血的 他有幾部份 好像有三個部份 我喜歡他第一個部份 是很熱血的 他說的什麼武府將 劉備怎樣跟他們建立的友情 好看 到了中段 明顯有些角色出現了 我覺得是涉及到某些經紀公司 和一些藝人的狗分 其實他劇走了一些 我很喜歡的人 所以我不太喜歡 到後來是很悶的 他說的三國 跟回三國演員去做 是很悶的 但他有些位置很好笑 譬如說 諸葛亮和周瑜 到後來你會看到 諸葛亮怎麼對周瑜 既身如何身量 但原來在終極三國裏 諸葛亮是很笨的 周瑜是很笨的 但諸葛亮是笨得來 他是極度苦惱的 他會用他很奇怪的邏輯去想一堆 但思考完之後 周瑜就覺得 他真的超級聰明 他原來是特地用計 想我這樣想 他真是一個終極的大對手 那些是好笑的 但除此之外 後來是悶到七彩 但終極三國 因為我喜歡 我喜歡看劉比和孫上香的感情 是真的很好看 有些人說 後來他現在伸出 終極三國 2017 他的演員換了 是被人插到混蛋 你不能取代 取代不回經典 經典就是第一代 後來那些都是垃圾 而且他好像放在大陸 還是跟大陸合資 所以那股肚味是越來越重的 但我覺得他這個系列是不會停的 絕對不會停的 為什麼呢 因為 還有汪東成 其實他整個系列 是靠一個人支持的 就是汪東成 我覺得汪東成 汪東成是神經病的 他是夠膽死 一個人由二十多歲 做到三十多歲 都還做的一個系列 他當然現在純粹是客串形式的出現 但他還在那一刻 你真是給他 其實我一般的汪東成這個人 但我都不得不承認 他這個系列是重心人物 我終極一家 我喜歡看什麼 我終極一家 我喜歡看唐玉節 終極一班 由於沒有一個我想看的人 所以我一般的去 終極三國我看什麼 我看阿秀 那個男主角 劉備 阿秀 我喜歡的 因為這樣 我看了終極系列 頭三部作品 怎麼說呢 其實這套東西很舊 但其實Netflix有得看 真是頂你了 Netflix有買的 終極三國 原來台劇 很早已經有這個概念 多重宇宙 其實很嚴謹 你不要覺得好像 當然這套東西是鑑 和Kai 亂寫得來有個譜 其實他也 什麼終極鐵黑人 什麼什麼管理局 那些 其實是有他的吸引度 是這麼多 那就下個禮拜見 拜拜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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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